上回我们说到,既然闪身进来,他即时找到汉小龙的声音说:"韩小龙刚刚告诉我,李渊带着五百多名家长,说要送到魏国边境。他现在正在城海等我,怎样应付他好呢?" 韩小龙冷笑说:"放心,他只是借宋李为名趁机离开寒丹,好和今晚发生的事划清界线,然后才回来看看什么结果,接着说了严平这件事。这个时候,手下来吹嘱说起程的时间到了。 纪燕原先派人带田氏姊妹的秘密登车,然后就由汉小龙污果带着几百名城卫前后驾开向东门而去。 中时份,车马队穿门出城,向着西面韩国边境而去,而城卫的人数就增加到成千人。 红少龙跟着吩咐污果,如何应付李员之后,他和线油躲上田氏姊妹的马车,跟着队伍出发。 就有了半里几路,手下在西面的李员带着五百多名家长,像旋风般赶过来。 纪燕原就吩咐车队停车,等李员拆马来到车队旁边,才说:"郭寇爺你追来有什么贵干啊?" 李员就跳下马,来到车队旁边说:"李小姐,你条路经常有贼人出没,李员放心不下,想亲自互信小姐一程。 咦,小姐你不是要去魏国吗?方向有点不对。 杭少龙在马车里偷偷看出去,见到李员面上,一面奋奋不平的神色,虽然声音极力显得平静,但面上的表情,它是撕露了内心的想法,显然认为纪燕原在骗自己。 纪燕原很温柔。 我说:"郭寇爺误会,显然要先送周先生去韩广,然后先逗路回去魏国国境。 郭寇爺你回去吧,显然懂得照顾自己。 李员冷笑说:"李小姐,你这次目的地真的大良吗?" 纪燕原看见面色不好,当堂也声音转寒冷渴了声,说:"纪燕原的事,哪里是你啊?人类!" 纪燕原就说:"如果有人敢跟来,就和纪燕原立杀无赛。 李员听了当同面车一变,小姐,你……。 纪燕原一声领命,打出手势,就叫车队继续上路,自己带着一队人马,拦着李员和他的家长。 李员生气得飞身上马,沃然大怒。 就算是你们大王,见到本人亦都要恭恭敬敬,谁敢拦了我?" 烏果先免得把他放在心里,冷笑说:"郭寇爺你尽管试下,如果跟来,别怪末将手上的兵器无情。 李员生气得臉一阵红阴白,但见到对方神情坚决,人数又比自己多上整倍又多, 逐起手又哪有把握? 见到纪燕原逐渐远去,户果先一声呼啸, 带着户后的几百骑兵就跟着车队一直直追而去。 只剩下李员和他的手下,看着马蹄阳起的烟沉,一天都不知道追好还是不追好。 忽然之间,李员知道自己一定永远失去这个绝代佳人。 过了半个时辰之后,车队游去韩国的官路偏离草原,进入了一个茂密的树林。 向少龙抱着田氏姊妹说:「在路上乖乖地听周先生的说话,很快你就可以去到咸阳,到时候我们就可以在一起了。」 田氏姊妹含泪点头,这时队伍越走越慢,最后停下, 向少龙和汉油离开马车,扮成了亲兵的几千年,早在污果他们的掩护之下,落了马车,一起在队伍里面等候。 向少龙来到周显的座驾旁边说:「先生珍重。」 布莲一牵,周显哈哈一笑话:「看来,天地之间,没有什么你是做不来的事。」 接着,马队就继续前行,但是改日一个乌家精兵团里面的头领带队,同行的,还有另外五十名精兵团的成员,护送他们可以咸阳,其他就当然有紀燕燕和周显的家将。 向少龙早就为他们预备好通行照景的文书通点,不用进入韩境,便可以大摇大摆地照尘两个交界之处,那时候只要避过边关的关寨,便要轻易回到咸阳。 在二十一世纪,要越过边界都不是难事,何况在这个地带人稀的时代,徐行护送的一千名城卫兵,便流下来,在污果一声令下,接时埋伏在树林里面,占据了各个战略的要点。 汉少龙他们,就躲在树顶,乌卓他们找他上来,就说,三大地鼓都没错,燕燕由东门出城,带出炎平的意料之外,现在他们全速赶来,就来到了。 纪燕燕,笑着说,任他们怎么想都猜不到,赵人居然会对付他们,而且还得到孝成王的同意。 善逸说,李渊这个小子有没有跟来呢?如果跟来就好了,一和做下他。 污菜的笑着说,他自己冤枉了齐人的营地,只派了十几人来追踪燕燕,被我们杀光了。 那阵时,马提升已经在草原那方向传过来,汉少龙说,大家即时忍悲,我们要将他杀到片甲不留,绝不留情。 乌卓就说,放心吧,一千人会伏击三百人,又出其不意,他这么有命,我们的乌字要倒过来写了。 善入细色星的嘛,来啦!乌卓就即时移了开去指挥大局。 汉少龙他们纷纷地拿出强攻征战,埋伏在重林里面,等着严平和他的默示行者的出现。 过了一阵间,尘头大起,大队人马风驰电势地赶到,当这队骑士进入了埋伏的包围圈内, 号角声一响,千几支畜世待发的正战,在密林里面,一路射出来,雨天的敌人射他,一时间人仰马翻,血肉横飞。 那边严平追过来,大部分人马一大半,即时中箭跌下马。 当第二轮箭射出去的时候,已经再没有一个人留在马上了。 严平和他的手下一折子烟的死伤过半,剩下的人也跳手下马,乱成一团,瘡黄四身。 红少龙知道是时候了,拔出血浪宝剑,向着敌人直杀过去, 线尤和纪燕人变成了两头痴老虎,帮他左右见人又杀,党者披靡。 这批成为召兵,最近被腾翼日夜操练,加上召人,一向都以勇武名震当代, 人人都可以一手拿着盘牌护身影,另一手拿着长茂重剑,让重兵气向敌人猛烈进攻。 那些赵氏行者,虽然人人都武技高强,但是一来就亏了锐气,而且很多人又负伤, 剩下的人,人数都不够人家的十分一。 被汉少龙他们斩瓜切菜一样,这场仗哪里能打,很快只剩下严平,在十几人的护送之下,向着树林之中硬闯进去, 想着在树林里面找路逃生。 一想起源中的仇恨,汉少龙的红心愤起,向着纪燕人和线尤打着眼色,猛虎地破举, 将最外围的人一剑劈成两段,跟着线尤也冲了过去,一剑也刺到了另一个默示行者。 几年尾的时候,也一改平时的温柔软弱,叫清一声人随劍走,劍亡闪动之下,马上有两个敌人中劍倒地。 康小龙连杀了几个人,已经和严平四目相对,严平大声说:"同康,你这算是什么回事啊?" 说话之间,严平身边的三个人跌低,可见战方非常激烈。 康小龙大声说:"巨子你不知自爱,居同赵木合口,大王叫本将军来拿你的命啊!" 严平向左右挡那两箭,才发现自己跟着那十几人,已经没有一个再可以站得起身,四边都被董康的人团团围失。 严平大声说:"同康,是英雄就凭你手中之劍来拿我的命啊!" 康小龙正宗下位,将手下渴退说:"据此你既有此意,就等董某人成全美啊!" 康小龙正宗下位,即时展开剑法,就像狂潮露台一样,向着严平直攻过去。 此时,严平组一力竭身辟,怎能抵挡得住啊? 见仁交击之中,截截败退。 康小龙突然一起立不动,血浪一阵, 所以人人都感到他人劍合一,透出一股心寒殺气。 严平是始终的高手,借机会喘歸口气,改退为尽,有一劍就掃过来, 带出呼啸的风声,敬礼飞翔。 但是康小龙早就清晓了墨子剑法的精耀,一看,即时就使出墨士三大杀招最厉害的攻守兼支。 你这一招呢,真是上次比武的时候,将严平杀伤在这一招手上的。 不知是不是袁中显明,严平一见他出招你这招剑法当同的心神剔针, 直辞认出眼前那个董马痴,就是当日的康小龙, 刚刚要叫,正剑王一闪。 康小龙把剑,好像同场铁碧般当头压下。 从变到严平开口,即时洗出了一股考力, 勉强地撥开敌人把剑,但是跟着小福一阵剧统, 原来被对方用膝头的重重地撞了一下。 幸好他下步都算稳,还没跌低,即时咬咬回见一阵, 再也不顾自身安矮,只希望能够和康小龙同归于尽。 怎样是杭小龙一声长啸,混剑一架,架开一把剑,跟着一声响。 哇,没想到,杭小龙也有混足力, 当同两剑相继的阵意欲龙。 就是趁着严平长剑的一档开口, 血狼已经像闪电奔雷一样,插入了严平的空堂。 严平是当堂把剑一跌跌落地,全身剧针, 看着自己空前,一路插入剑柄的敌人剑印, 鲜血在空堂那里,好像血缺一样滚滚流出。 你……你……你…… 杭小龙变得被他叫出自己的名字, 小小声看到他说,你一剑是原中送给你的, 即时一抽,将长剑抽回来, 潜平是当同戒绝而死。 树林里面其他人, 看到杭小龙干脆利落地赢了严平, 就欢声雷动,士气大震。 杭小龙看着仇人跌在地上, 阳天默默捉土说, 袁兄,你在天有灵, 应该按摄了。 但他心里面却是苦笑, 自己这一剑可以说, 将墨门在赵国的势力已经连根拔起, 原中的毕竟是墨门中人, 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会高兴呢? 回到城内的指挥所, 离太阳落山只剩下一个多时辰, 一切都非常平静, 表面丝毫看不出, 暗地里面今晚会空涌澎湃的路途。 众人来到密室, 听藤易最新的报告, 藤易说, 淘宝已经联络上, 到时候他会依稽而行, 跟着说, 今天成为了大批调动, 我故意搞到乱成一团, 其实乱的是赵明洪他们的人马, 我们人已经迅速集结到指定的地点, 而且我故意将大批的兵马调去城外, 除了我之外, 没有人可以清楚真正的报纸。 几年笑着说, 有二哥的指挥大局, 还怎么会有人不放心呢? 藤易说, 天一刻, 我们马上行动, 将本党所有将领抓住, 而且借口三帝来了, 实施全城戒严, 免得发生事变的时候, 伤及无辜百姓。 杭小龙走走眉头说, 为何还未有我出现的消息传过来呢? 众人听到那些消息上来, 藤易说, 京俊已经摸清楚北面秘道的情形了, 赵明洪把那树附近的人都调出来, 改由自己的亲兵把手, 而他本人就坐镇北门兵卫所。 就算我们将赵明洪杀出去, 他在官署的手下都猛然不知。 原来大盆在这个时代的城市, 城位都是军事的重地, 設有兵卫所, 以及供各类将领居住办公的地方, 长期住有重兵, 汉丹城内最大的兵卫所设在东门, 就是现在汉少龙所在之处。 汉少龙说, 小俊还有什么消息呢? 藤易说, 中午之后, 齐人开始穿过背风山的洞穴, 偷偷地潜入树林区, 小俊又不敢冒险入树林里面探查。 但是想到, 一入黑之后, 他们就会在赵明雄的掩护之下渡过沐城河, 秘密地潜入城内。 几年说, 如果齐人发现掩护他们的, 他们全部都是我们的人, 不知道有什么感想呢? 汉少龙说, 他不一定深感荣幸呢? 汉管这个时候突然推门进来, 大声叫着, 照片像全消息来, 发现汉少龙中绩了。 众人才被他吓掉, 接下来已经明白, 是自己这边放出的假消息赵明雄已经中计。 于是, 带队人马由东门开出, 在草原的沉托之下, 壮观飞上。 汉少龙曾亦的亲自带队, 壮模着样地, 向传媒消息说, 汉少龙在那里出现的, 离城十五里的打石村, 直奔而去, 这批城围有成五千人。 其实, 只是作个房子, 一去到有树林检藏行藏的地方, 即时驻守各处, 入门之后, 立刻转到指定的地点, 由烏果指挥伏击, 由南门入城的齐军。 而, 汉少龙和藤逸他们, 这叼头, 偷偷地潜入城内, 暗中主持大局。 当他们, 躲在东门的兵卫所里面, 听着各处传回来的情报的时候, 太阳慢慢下山, 寒丹城灯光之处一切如想。 而汉少龙出现的消息, 传到孝城王以内的时候, 他马上衣激行事, 因为这阵时, 董汉已经出了城, 他马上落手, 叫赵明雄去指挥, 所谓代替汉少龙负责城房, 而禁卫军, 就在城衰的指挥之下, 实施全城戒险。 人人都知道, 孝城王一听到汉少龙的消息组, 已经变成了惊弓资料, 无人怀疑这一阵是孝城王将计就计另有目的。 由这阵时, 赵木对外的联络已经完全被撕断, 无论赵明雄他们发生了什么事, 他都不会知道。 赵明雄还以为, 这个董汉已经是中计, 依照赵木以前的吩咐, 就马上带了百多个亲衛兵, 来东门指挥所, 打算顺利接启董汉的兵权。 怎样他一进去指挥所, 走到大堂那里, 突然发觉, 所有的徐从都被折在门外, 然后, 啵, 整栋门关了, 赵明雄当同射光莫言, 什么事? 旁边的卫士一拥而上, 十几只长矛, 顶着他身上各处的妖害, 外面传来老公发射和惨叫的声音, 显然他那些近卫已经遭到别人的伏击。 然后, 汉少龙、藤役两个, 才慢慢从侧门走出来, 来到他面前。 赵明雄一看, 哎呀, 知道中计了, 哎呀, 他面是当堂没血色。 董将军, 你, 你, 这怎么办? 我没有犯过任何错, 你, 你想怎样? 藤役冷冷一笑, 和赵明雄勇结齐人物谋造反, 那算不算错? 赵明雄的面色更加难看, 整个阵势, 你们不要乱无陷好人。 汉少龙, 说, 我无陷你? 你关注下面, 神剑成一条, 非常宏伟的地道, 赵明雄你不会不知道吧? 赵明雄一听, 哎呀, 知道你疼了。 想起孝成王, 怎样对待背叛的人, 想起自己家中的嬌妻爱怡, 当堂两脚一远跪了下来。 藤役是最鄙视的没有骨气的人, 冷冷可得声说, 躺起他, 四面埋伏的精兵团员, 即使抛开墙卯一涌而上, 将赵明雄握得实一实。 汉少龙来的身前冷言说, 如果你肯败败地和本城手合作, 我就放你一条生路, 送你和家人逃出城外, 如果我有一字虚言, 董马痴就不得好死。 赵明雄听得当堂全身赤震, 单高头看着这个董马痴, 一时间都不知道信不信他的说话好。 藤役说, 不过, 你要将和赵木通信的方法交代清楚, 如果你发现, 你所言属实, 就马上被你从东门逃出城外, 还会给你凉食马匹, 以及通行政检给你。 人是, 开门! 大门一打开, 赵明雄的家人, 屁服男女老友, 百多人被人压进来, 人人都神色瘡黄。 最妙的是, 个个都换上即将远行的装束, 还背着大小包袱。 赵明雄估都估不到, 这个董马痴居然放过自己, 哎呀, 还要冒险将自己一家, 百多人都要放走, 心都不知道多么感激, 他说, 哎呀, 大恩不言借, 小人真是心于胜伏, 无论董城手有任何吩咐, 我一定遵从。 好, 杭少龙知道自己的心理攻势有效了, 马上放了赵兄, 于是, 一个精兵队, 原来马上割开赵明雄身上的成熟, 赵明雄站在身上, 藤亦说, 我们先将赵夫人和公子送上马车, 护送去城外密林之处, 那, 你们不得无礼, 免得惊吓了夫人。 那些成为一声应露, 将赵家的人押了出去, 杭少龙跟着他拿出准备妥当的证件, 交到赵明雄的手上, 他说, 你几日寒奸都会自顾不下, 照赵兄连夜滚路离开赵国国境, 那便要安道如生, 赵兄都不用我教你怎样做了吧? 赵明雄, 会感激流淒。 小人一定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 杭少龙与彭翼对视了眼, 哼哼, 美云, 有知道赵木陰谋的赵明雄全心全意合作, 还怎需要经赵木, 還有齐人呔在他们精心佈置的陷阱之中? 赵明洪在汉少龙的压解之下 来到北门的兵卫所 将和他同谋的兵将一百人 全部都召入座前 宣布改向董城守校中 那些人一听就知道事情败路了 立刻跪在地上扣头借罪 汉少龙就说 如果你们能够大罪立功 只要本城守不向大王讲出来 谁都不知道你们意图谋反 但是一定要听从本人之命 如果不是 不单仅人仇不保 就会累及全家全州 整班人马上连声答应 一路走过来的时候 赵明洪已经将赵木的整个计划都说出来 现在又控制了北门 可以说是胜券在握 这批伴将都知道家人全部落在汉少龙手内 又见到他们人人士气如虹 计划周抢 知道大势已去 哪里还敢不合作 在赵明洪的吩咐之下就分头办事 汉少龙就叫藤逆留守北省 自己就带着几英言善游 和清一色的精兵团团员一百人 离开北门 押着赵明洪就走上寒丹大战前 最分紧张之极的街道之上 一转入另一条长街 荆进就带着百多人迎头赶来 两队人马在街心会合 荆进说 金足李明赵令三个都被诚衰足了 现在全部都在我们的掌握之内 这个就正是汉少龙和藤逆的聪明之处 如果将所有事情都揽在身上 说不定就会惹起孝成王的疑惧 但如果将任务分有一本 被其他禁位去负责 那孝成王就会少了这层的忧虑 赵明洪见到人家着着领先 心很后悔 他之所以投靠赵木 固自然是因为 心怒汉少龙抢了他成手的位 更加重要是认为 赵木这次阴谋万无一失 谁知都未实行 就已经是一卖途地 到了这样的地步 汉少龙在耳朵里面说 现在会派人 送赵木兴出城和家人会合 当第一支信号火箭冲向天空的时候 我会派人就会放你们走的了 赵明洪很羞尋的嘛 不能在董将军帐下用命 实在是赵明洪一生人最大的遗憾 赵明洪很羞尽 赵明洪很羞尽 赵明洪一生人最大的遗憾 赵明洪一生人最大的遗憾 赵明洪一生人最大的遗憾